嗨,大家好,我是悟空 那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盒子支持Netflix 那说到这个Netflix 前两天我自己在谷歌上搜索 我奈飞门槛的时候搜索出来的第一篇文章 竟然是我自己的 我考虑到之前在应该是在半年前左右 我写过同名的一个文章 叫做什么样的盒子支持Netflix 那这篇文章它的点阅率已经是超过1万 所以可能在搜索引擎上排名是第一的 那除此之外我还看见第三名 那第三名点进去之后竟然是抄袭我的人 我真的挺奇怪的 而且是在两个月之前 我点进去看好像是一个淘宝的店主 算了我就不太计较了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就是 奈飞的一种普及 所以我就没有介意 那今天想用视频的形式再来描述一遍 到底什么样的盒子支持Netflix 那提到这个奈飞我们就想起它这个发音了 很多网友都吐槽说 我们这些up主可能读的都不太正确 那我就趁着业余时间好好的学习了一把 我经过我的资料的查询发现 大家习惯有几种发音 第一种发音是Netflix 第二种发音是Netflix 第二种发音一般来讲是不太正确的 后面我会讲到为什么不正确 第一种发音就一定正确吗 Netflix 其实好多人都是这种发音 后面很显然就发生了一一的音 我查了一下这个音标 其实后面的音并不是一一的音 后面的正确的音标 我会注在视频的上方 应该是类的音就是flix 而且是比较轻的这种念法 通常的念法是把重音放在前面 等一下我会演示一下 就是各国之间读这个单词是怎么读的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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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奈飞呢 我们就想到了奈飞所需要的条件 或者说是门槛 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满足奈飞的观看需求呢 首先第一点呢 是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那我们这里说的科学上网的环境 还要支持奈飞的线路 也就是说它的节点是支持奈飞的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原生IP的一个节点 比如说是香港原生 比如说是台湾原生或者是美国原生 那么有这些原生地区的IP我们就可以观看奈飞了 第二步就是你所观看的设备要么是授权的设备 要么是知识的设备 我这里所指的知识设备一般都是指的PC PC是没有太多的门槛的 你只要是一台PC机在网页端都是可以观看奈飞的 那授权的设备我们后面再讲主要的就是指今天所说的这些盒子 那第三点就是需要满足会员制 也就是说奈飞它没有免费的内容 它所有内容都是收费的 你必须要购买它的套餐 你可以在官网上直接去购买它的套餐 有一是标准版 一个是高清版 还有一个是超高清版 那么他们分别是一个人两个人和四个人使用 我在这里购买了一个高级的版本 那你也可以看到屏幕上方有几个头像 比如说唐僧 莎智利 八戒 还有悟空 那么这个主要是指的是这一家四口 所代表的奈飞的会员 一般场景都是一个家庭为单位 然后购买这么一个高级的账户 还有一些账户的名额就分给了自己的家人 什么是奈飞呢 奈飞是1997年美国成立的一家在线租赁内容提供商 也就是说它是一开始是租赁DVD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在九几年的时候 也就是97年左右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最盛行的是什么 万里达VCD或者万里达DVD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买的一些光盘 好多都是说实在的 并不是正版的 可能都是那些盗版的 如果说当时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这种在线租赁的服务 或者是有实体店铺去租赁的服务 我肯定会直接毫无犹豫去租赁DVD去看的 现在就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盒子支持奈飞呢 我把现在奈飞的盒子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一个是安卓TV 另外一个是Linux盒子 另外一个盒子是Apple TV 这三个TV里面可能最常见的依然是Android TV和Apple TV 至于Linux基于Linux的盒子有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Roku TV 比如说WebOS的一些盒子 我估计你就没有见过WebOS的一些盒子 可能WebOS的一些盒子都出现在LG的出的盒子里面 是比较少的 你可以理解为是LG的电视 他们搭载的WebOS系统 它不属于Android系统 这个是比较小众的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Roku TV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盒子的厂商 它主打的就是这些奈飞 Hulu还有HBO这些在线内容提供商的 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比较大的群体 除了Roku TV 我们还讲到了今天说的这些盒子 在我手中这些盒子到底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hare TV Share TV一定是支持奈飞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湿度这个盒子是不支持的 这个盒子是一个Chromecast 它是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投屏的机器 它也是支持的 除了两个之外 其实这几个都是不支持 有的同学可能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谷歌音箱 理论上谷歌音箱是支持的 支持谷歌投屏的 所以说谷歌音箱也是支持奈飞的 除了这些盒子 还有什么样的盒子支持呢 比如说亚马逊的Fair TV 再比如说Roku TV 还有就是Apple TV 4K 这些设备都是完美支持Netflix 除了这些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盒子支持呢 很显然是有很多的 你如果想看到详细的列表 你就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访问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会详细的说明 到底哪些安卓盒子支持Netflix的播放 除了安卓盒子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也支持 比如说微软的Xbox One 再比如说是索尼的PS4 这些也是支持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没有强调呢 是因为今天主题是盒子 而不是那些游戏机 其实提到已经授权这些盒子 它们之间依然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 我把它简单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4K的设备 第二类是非4K的设备 我们先来说非4K设备 非4K的盒子 可能有早期的Fair TV 或者是早期的Roku TV的第二代 或者是Apple TV的第三代 再或者是Chromecast早些年的一些版本 这些版本都是只知道1080的 现在新出的一些产品 包括Chromecast Ultra 它是一个4K的版本 还有Fair TV的Fair TV 4K也是4K的版本 还有Mi Box国际版和Mi BoxS也是4K的版本 除了这些 还有Roku最新推出的Roku TV 这些都是4K的盒子 在这些4K的盒子里面 你才能够享受4K清晰度 提到4K的清晰度 估计老铁可能会怀疑 只要是4K的盒子 随便接一个显示器 或者随便接一个电视 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画质 那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4K的盒子 你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显示器必须是4K的 并且你的接口必须是HDMI2.0的 而且它是支持这种ADCP的规范 有这样的条件 你才能够享受4K的画质 同样的电视也是一样 电视也是必须支持4K的 这样才可以 那么对于4K的标准 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 因为很多的论文 还有网上一些文章 都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电视 才算是真正的4K电视 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能够给大家普及的 可能就是一些大厂的电视 是保证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索尼的电视 三星的电视 还有LG的一些电视 他们都是一线的品牌 他们都是有各自的4K的电视的 这些电视一定是可以支持的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像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是杜比和杜比全景声 杜比应该不是特别陌生 很多电视盒子 其实也是支持杜比的 至于杜比全景声 可能就门槛就比较高一些 就至少很多安卓设备 都是不支持的 据我观察 Apple TV是支持杜比全景声的 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可能就是音效上的差异 并且它是怎么讲 杜比也是一项技术 它是也是需要授权的 所以它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并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 一句话就带过了 其实它背后是付出了巨大的 这种授权费的 说到这些授权的设备之后 我想说一下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 那就是手机版的Netflix和TV版的Netflix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很多老铁都分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 今天就简单说一下 首先TV版的Netflix 它是白底红字的 而且它是带Link Bank Launcher的图标 手机版本它的显著特征是 它是黑底红字的 这两个图标就能简单的区分 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 如果是手机版本的Netflix 强行的安装在TV上面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 它没有办法落胶 什么是落胶 就是遥控器按上下左右的时候 会有一个落胶框 这个落胶框 会随着你遥控器的上下左右而移动 那么这个框就叫做落胶框 而在TV版本是有这个落胶框的 但是手机版本本身就适合这种手机来操作 它是有触摸的效果的 所以它并不是TV版的 有的人会跟我强调说 为什么我手机版和TV版都是能安装在盒子上面 很显然你需要了解一个安卓的安装包的原理 安装包是APK格式的 只要它是APK格式的 它都是可以安装在安卓的设备上的 除了版本之间有什么差异和限制 扩展别人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就是手机版和TV版的区别 下面一个问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何设置奈飞的清晰度 很多老铁都是强迫症 非常的想知道如何设置 这个也非常简单 在你打开网页之后有一个设定 在设定里面有个偏好的设置 在里面你可以选择画质 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动 就是根据网速来自行的调整画面的清晰度 直到网速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我的画质就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还有就是你可以选择高中低这几档 都是可以的 有的老铁看了我这种设置 他可能还是觉得不靠谱 因为在界面上还是没有体现出来 我就告诉你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你在奈飞TV版 搜索testpartner这个关键字 这样的话就搜索出4K的影片的片源 一个测试片 你根据它的测试片 右上角黄色的字体的分辨率 来断定你的设备到底值不值4K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非常简单了 如果你是安卓的设备的话 你可以随便接一个键盘 在键盘的按键下按下F4这个键 它在左上角就会显示当前的网速 以及分辨率 这样的话你就会非常清晰快速的辨别 你当前的画质到底是不是4K 说一下不值这个盒子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经常会介绍一些 就是外贸的盒子 包括今年也会介绍一些关于外贸这些盒子 那这些外贸的盒子都是不支持奈飞的 为什么在这里特殊的强调一下呢 是因为好多外贸盒子它是经过破解之后 达到了这种支持奈飞的效果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某一个外贸盒子 是支持奈飞播放的 你也不要惊讶也可能是他们厂家去做的这种破解的服务 那这一块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灰色的产业链 我就不想再细说了 总之呢如果你想买到一个一直都不会跑路 一直都能够稳定支持的电视盒子呢 我还是希望你购买一个官方授权的电视盒子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关于官方授权这个盒子 你可以在官方查看这个设备列表 那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更加直接的 直接访问安卓的官网 在安卓的官网上面有各个区域所支持的 安卓的电视盒子 比如说亚洲区域的或者欧美区的 或者是其他区域的都是可以看到的 很显然其实在世界各地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支持奈飞的电视盒子 只是说我们能接触到的可能就是亚洲区那些盒子 比如说之前我在亚洲区搜索到一个电视盒子 叫做便当就是鸿海便当出的一个电视盒子 应该是台湾那边产的也是支持 只不过那个盒子确实不在大陆地区贩售 所以有点遗憾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体验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盒子你不妨给我寄过来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你的设备是4K的设备 然后你的电视也是4K的电视 已经是确认无疑的情况下 你播放的影片还是1080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这支影片本身就最高支持1080 判断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直接在影片的详情页观看它标签 你就能可以看出来 如果这支影片是4K的影片 那么它就会标志叫Ultra HD 4K的标志 或者是打一个HDR的标志 通常来讲HDR的标志 也代表是4K的影片 因为现在很少有HDR的影片是非4K的了 除了这两种标签 还有一种标签叫做HD的标签 如果它显示的是HD的标签 那就证明确实只是最多支持1080 还有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 我不得不跟大家再说一下 如果说你的电视本身是4K的 但是它的HDMI接口有两个 一个是2.0的一个是1.4的 我相信这样的过渡产品可能也不会很多了 但是一旦真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接口 如果说你把你的4K的设备接到了HDMI 1.4的接口上 也有可能造成你详情页是HD的标签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前面已经分析了什么样的标志支持Netflix 也可以看出其实看奈飞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各位的视频点赞转发 也欢迎你来补充我没有说到的部分 我们下次再见